自从年初的炸真门事件后,杨幂的口碑就直线下滑,从来都是热风体质的杨幂,也因此沉寂了很多,与此同时运气也变得差了起来。 同样是热门小说《IP改编》,扶摇电视剧并未给它带来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样的热度,且在同为暑期报的演习攻略电视剧的对比下就更显得毫无水花。 口碑也远远不及,像演个文艺片转型,也看糟花铁卢,电影宝贝儿飘光口碑双迪,前几天她的粉丝还把造型师撕上了热搜,指责对方几两迷穿过纪理服,稍微有点安慰,就是成为娱乐圈第三类粉丝破译的一人了吧。 但这其中水分有多少,也是许多网友质疑的,可能是因为今年的水泥期着实太长,要喜欢卖少女妈咪人设的杨幂状态不再,出席华表奖时看起来也弱线疲态。 而最近她为央视拍的一支公益广告的视频一出,状态问题就暴露得更明显了。 广告一开始,杨幂的五官在灯光的加持下看起来还比较柔和,皮肤也比较细腻,赖白色系的衣服,更是增添了温懒的气质。 甜蜜的表情让人难以察觉脸部有什么问题,但当她表情丰富起来后整个五官就显得不太协调,仿佛笑都不敢太用力,连也因此显得十分僵硬。 嘴角微微上扬,就产生了明显的法令纹,一只瞬间就老了好几岁,侧眼的�弧度也有几分不自然,轻易就能看出她的眼窝凹陷。 鼻子部分略显奇怪,发际性问题也依旧严重,光亮的大额头十分抢眼,当整个环境灯光按下来时,杨幂的眼窝凹陷问题就更为突出了。 明显的双眼皮变三眼皮,亮颊的灯光阴影让她看起来更为享受,同时也让下巴看起来十分奇怪,有种走歪了的感觉。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,小巴表示并没有在良面的眼神里,看到以往的坚定与自信,只有些许疲惫。 她身上似乎冲,赤着一股有气无力的气息,这样为拟不振的精神状态,只能凸显出她的老气,丝毫没有年轻人身上应有的朝气与火力,对此网友们的看法也是分析力,纷纷发出杨幂老了的感叹。 这不得不让小巴想起之前,杨幂和唐烟参加华表讲时,在邓超赛的和赵丽同框了,当时粉丝也是迅速把两人做了对比,并称唐烟状态简直要打杨幂,或许这与占美,角度的因此都有关系,但就单纯从面部无关来看,确实的承认唐烟状态要好过杨幂,在这个看脸的时代, 不得不说明星多少还是要靠脸吃饭的,尤其是女明星,希望让你好好休息,尽快调整好状态吧。